短短六周北韓外交部长崔善基 28号再度出发访问俄罗斯 官方没有仔细说明访问目的 但看得出二朝两国关系密切升温 互动频繁 领导人金正恩出访可能也在计划当中 高层密集往来 派兵的速度也快马加鞭 美国国防部估计 北韩已经有一万名兵力 在俄罗斯东部训练 比先前预估的三千人多上许多 哈兵과 관련해 윤석열 대통령은 우크라이나 실제 전선 투입이 예상보다 빠른 속도로 이뤄질 수 있는 엄중한 상황이라고 밝혔습니다 North Korea 10,000 troops now Very dangerous Very dangerous 美韩元首忧心忡忡正面示警 美国防部也开绿灯 宣布若北韩士兵出现在俄乌战场 美国将不会限制乌克兰 哪些武器该用 哪些不该用 北约强调这种时候 民主国家更该团结 即便语言不通 准备不足 也要推人匆匆上阵 联合国安理会 预计30号召开紧急会议 普丁向金正恩讨救兵 不仅扰乱俄务战局 也让朝鲜半岛 更加不安定 下一个新闻 双不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